Hello,大家好,My name is Sylvia,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然后在今天的视频里面呢,我想和大家做一个黑五的购物分享,其实东西到了已经大概有一个礼拜了吧, 但是我之所以今天才做呢,是因为我发现我之前下单的东西其实没有到齐的,所以呢我一直在期待他会把我下单后面的一个东西到货之后给我送到,可是呢我今天上网一查发现已经看不见了那一件毛衣,我特别期待了一个就是秋冬的,因为我比其实并没有太多的毛衣, 我本身就是居住的地方都是比较温暖的,然后结果最近达拉斯突然一下子就是降温降到比纽约还冷,然后就不行啊,一定要出去穿个毛衣才有,才感觉温暖,而且圣诞节也快到了不是,穿上毛衣也更有那种圣诞的气氛, 反正这毛衣就是觉得秋冬到了一定离不开的一个一件单品,对,然后言归正传啦,刚刚又说不好提了,说到毛衣,对,说到那个毛衣呢, 然后那个毛衣已经不在架上面了,然后我查了一下我的信用卡扣张记录, 然后那个网站的客服也没有跟我联系,就直接帮我把那个毛衣给砍掉了,所以对的,我之前呢,大概一个礼拜收到的那三件东西,就是最后的我订到了三件东西, 然后这个品牌呢,就是Tory Birch,对的,我个人呢,是很喜欢Tory Birch的那种设计, 而且他们品牌的那个衣服的,其实质感还蛮好的,像我今天身上穿的这个小夹克, 有一点点小相风退的这种感觉的,这件也是我之前在Tory Birch买的,对, 然后,那我们下面,虽然东西有点少,有点寒碜,可是我们还是开始吧, 然后我再搭一些我之前在Tory Birch网购的东西, 然后呢,我收到的盒子是这个样子的,然后打开来是Tory Birch非常漂亮的, 有一个,说过上来这是什么黄色,然后有就是Tory Birch的那个商标的黄色, 这个样子,然后有一张小卡片,里面还有一个账单, 然后你可以看,然后我打开来罪账了一下,嗯,的确是,哦,只有两样东西, 只有一条裤子,还有就是一个legging,还有一个这个买的这双拖鞋, 假脚拖,这双假脚我是觉得真的是很划算的,那这双假脚拖我买到花了是多少钱来着, 让我瞅瞅,价格是三十,三十一美金, 然后它那个带子是这个颜色,它好像还有一个黑色的, 然后就觉得夏天比较适合,而且有个这种假脚拖, 平时懒的话就随便穿衣服就放在门口一衬上脚就可以走了, 颜色呢,嗯,有点比较特别吧,这个颜色的鞋子我都从来没有过, 有点那种紫红色,就berry的颜色,还,嗯,应该不算难搭, 毕竟它离身体那么远,就是如果说你发现像一些, 呃,可能流行色,它的那个衣服不是很适合你的时候呢, 就是,或者说你不想投入那么大的预算去买一件衣服一身, 有时候买一个那种流行色的小鞋子啊, 呃,流行色的,呃,小手套啊,就小,就一些很小的一些饰品吧, 也能够就是表示说,呃,我们也是潮流人士, 嗯,然后呢,这个裤子,呃,我是之前我就直接看模特儿穿, 就非常的好看,而且它也,呃,在Tory Birch这个官网上, 它用这条裤子就配了好多的那个上衣啊, 还有配了很多的毛衣,因为今年,就大家都知道, 其实不只是今年呢,最近那个复古风就一直在吹嘛, 就70年代,80年代,然后这个,所以它这个是谭蜜,呃, 灯芯绒的,呃,我当时我看见这个裤子的时候, 我说,哎呀,这裤子好窄,而且又是灯芯绒的, 我会不会穿不上呢,穿上了会不会特别显胖呢, 所以呢,我就还特地试了一下,因为我其实腿是比较粗的, 跟很多女孩比起来,没有那种先天的优势,呃, 所以呢,我就试了一下,然后给我,呃,老公看了一下, 我问他觉得我腿粗不粗啊,然后他说,呃,没有, 还挺好,而且还比较修饰臀形,所以我就留住了, 它这个其实是一个lagging来的,所以它是有一点点弹力, 但是弹力并不会很大,所以大家最好还是, 根据你平时买牛仔裤的那个马术去买,呃, 然后他这个侧,拉链是在侧面这样子, 其实也不是很高,但是很贴合腿形啊, 就是大家想象lagging是什么样子, 然后这个就大概是lagging那样子, 可是又有一个呃,东装裤的一点点厚度,总体来说呢, 还是呃,比较好搭的,而且还黑色嘛, 无论是其实什么材料,你远看也并不是很能看得出来, 然后当时我还呃,就是买了配合这个裤子的一件呢, 毛衣,可是像我刚刚片头说的, 那个毛衣就是永远都不到,已经, 我真的是对Tori Birch的这个客服完全是不知道说什么了, 他,呃,我在Tori Birch下单过三次, 然后其中有两次都是我下单的东西,就少一件, 然后第一次的时候是他扣了我的钱, 然后我的,呃,定的一副耳环没有到, 然后我要打电话过去催, 然后他打电话过去, 我就觉得,呃,他们好像感, 就是觉得我是故意找茬的那种人嘛, 就好像说东西我收到了, 可是我却故意说没有收到, 然后他们就很不耐烦的说, 那好,那我就把钱给你扣掉, 但是其实那副耳环我还是蛮想要的, 我就那说,如果你有的话, 你还是可以给我寄来吧, 然后他就态度呢,稍微有点点和缓, 然后,呃,也还算快, 他就给我寄过来了, 然后后来我就说, 那我就觉得说, 那我如果下次在Tori Birch上面买东西的话, 可能又买衣服, 又买这种小饰品都不太靠得住, 还是就是不要买小饰品了, 我就直接就下单买了衣服, 然后第二单呢,就是无惊无险, 什么就是很正常, 但是等了很久,他才送到, 就稍微时间很漫长, 嗯,然后第三单就是这个样子的, 他也没有通知我, 也没有邮件, 呃,就收了我一个拖鞋, 一个裤子的钱, 可是我最期待的那件,呃, 毛衣就没有送到, 对的,那个毛衣好像是墨绿色的, 因为我上一届我记得的墨绿色的毛衣, 好像是我小学时候穿的吧, 妈妈给我打的温暖牌, 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穿过墨绿色的毛衣, 今年不是墨绿色, 也是流行色之一嘛, 其实就是大家看啊, 到了这个秋冬每年就是可以预测的, 肯定是鲍纹,墨绿, 然后酒红, 但是呢, 它可能搭配的那个材质不一样, 然后它可能那个鲍纹的那个纹路不一样, 然后酒红色它可能稍微还要分, 有些是比较复古的酒红, 有些是稍微比较年轻一点的酒红, 这样子时尚反反复复来来去去, 所以呢, 真的有一个东西很重要, 到了秋冬的时候, 大家一定要注意美白, 就是真的, 夏天过了, 大家都晒得有点, 有点古铜色的肌肤了, 可是为了迎接秋冬的到来, 如果大家想把这些流行色穿得好看呢, 得赶紧抓着换季的时间美白, 这是我个人的一些小小的心得, 好, 这个东西真的比较少, 有点寒碜, 那我就再给大家看一下, 我前两次在Tory Birch网购的东西吧, 然后说到鞋子呢, 我在Tory Birch还买了一双这个, 他们家的经典的这双鞋, 然后可以这样子折叠的, 接下来我买的是白色的, 因为我最近就是辞职了嘛, 然后时间比较多, 所以一般都会看一些打折的东西, 对, 就是想看叫什么在打折区比较好看呢, 值得入手的, 所以呢, 这双鞋子它就是在打折区出现的, 虽然是经典款, 可是它好像当时是有一个这个白色的, 还有一个那种雪狐蓝, 还有其他几个颜色, 就是它那个Tory Birch挑了一些颜色出来, 做了一个折扣, 但可是小白鞋嘛, 是不是, 也是每年一到了春夏都可以穿的, 也不会过时, 所以我就选了这个打折区里面最经典的一个颜色买的, 我当时买的好像是一百美金左右吧, 一百美金出头, 还算是一个比较合你的价钱, 对, 它这个颜色有一个比较正式的颜色, 不是白色, 它叫Ivory, 象牙色, 然后是mini travel ballet with logo, 然后它是soft lapel, 我买的是巴马, 其实我买之前我朋友跟我说, 它这个后面会勒的脚头, 所以我建议大家最好呢, 还是买自己平时的那个鞋码, 就是你能穿的那个舒适的最大的那个鞋嘛, 因为我的话我脚可以穿呢, 七, 七点五, 八, 我当时我定的是巴马, 然后我穿的话呢, 是觉得松松的, 就挺舒服的, 如果说春夏坐飞机的时候, 我应该也会穿这双鞋吧, 因为你坐飞机一般会脚肿嘛, 然后它这里有一点点空间, 让你脚可以稍微肿起来, 而且后面那个绑带呢, 也不会勒你的脚, 这只是给大家一点小tips, 然后说到衣服呢, 说到我身上穿的这一件小外套之外, 我还买了两个, 然后这个就是春夏的时候, 风明了各大杂质的这一件衣服, 有点民族风的图腾, 但是又完美的和小青星结合在一块, 穿是挺好看的, 明年夏天我应该也会穿吧, 因为这个也是一个树条纹的, 然后感觉, 对啊, 比较经典, 条纹的衣服都比较经典, 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衬衫, 这个衬衫它当时是有两个花纹, 一个是像这种样子, 就有点脏脏的, 就有点比较男性风一点, 然后是色块的, 一个拼接的, 然后还有另外一个就是, 布满了那种花卉的图腾的, 然后领片就是一个黑色的, 非常简洁, 但是非常的有女人味的, 因为我平时我发现, 我很多碎花的衣服了, 包括里面这个, 今天穿的这一件花配花, 我本来是说, 我要不要穿还是给大家, 就是摆出来看呢, 然后我在洗手间的时候, 我就直接把外套套上了, 然后它花配花看上去, 也还蛮顺眼的, 所以我就直接穿上来给大家看一下, 它这个衣服的剪裁也还是可以的, 然后有一些地方, 有种留须的一些细节嘛, 因为它本身就是这种tweet的风格, 对,言归正传又跑题了, 不好意思, 说到这个衬衫, 对, 因为我很多的都是那种, 这种碎花的风格的衣服嘛, 所以我就想说, 想要一种不一样的, 就是不要太过的, 过于的重复自我, 当然如果说很多有个性的人也会说, 我就是喜欢这样子, 我就是喜欢坚持我喜欢的东西, 可不可以呢, 当然可以了, 没有人说不可以, 我只是, 我自己的就是感觉就是, 如果说我不停的买同一样的东西, 虽然我很喜欢, 但是我会觉得好像有点在浪费自己的钱一样, 因为你不停的就是重复嘛, 那我们就是, 衣服就是有时候是可以改变心情的, 那你就会想要用有限的金钱, 尽可能多的买不一样的, 就是差不多的风格, 但是是不一样的搭配啊, 一些单品啊, 可以搭, 就是在日常当中穿搭出一个更多的风格来说呢, 我觉得我是偏约就是后者的, 于是呢, 我就买了这个墨绿色的衣服, 然后买了这个衣服第一次穿的时候, 因为当时也是春夏嘛, 然后刚结束, 然后春夏的时候, 大家也都是难免的要去泳池啊, 要去晒太阳啊, 在太阳底下暴走啊, 就皮肤就是会稍微的暗了一点, 尤其是配上这个墨绿色, 更是觉得不是很提亮, 所以呢, 我就下定决心啊, 用了美白精华, 就是那个SK2的小灯泡, 大概用了两瓶吧, 然后现在是感觉稍微有一点效果, 然后可是后来呢, 我又发现, 除了这个小灯泡, 就是有人说这个美白精华, SK2的小灯泡呢, 不可以天天用, 如果你天天用的话, 那个效果可能还不是那么明显, 大概两三天用一次, 这样会让你的整个效果达到最佳, 我不知道这个理论的根据是什么了, 但是我还是照做了, 所以只是跟大家交流一下, 如果谁知道这个理论的根据是什么呢, 或者有更好的一些见解呢, 可以在这个下面给我留言, OK, 那就是以上今天的视频啦, 然后今天视频里面的我话比较多, 主要是因为我最近在看火星情报局, 对, 如果大家跟我一样也是一个比较喜欢这种, 看这种磨嘴皮子啊, 然后充满段子的节目呢, 我非常推荐大家就在YouTube上面搜火星情报局, 真的是一个很搞笑的一男的段子节目, 让你基本上从头笑到尾, OK, 希望大家能给我今天的视频点赞, 也希望你们能够订阅我的视频, 在这边呢, 我提前祝大家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拜拜。